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沫阳 在香港市民多次大规模反送中游行的抗争之下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7月9日表示 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寿终正寝 对林郑承认失败这件事 我们看到大陆媒体集体失声了 都被消音了 林郑承认工作做得不好 彻底停止修例工作 随后他还用英文说 The bill is dead 就是罚你死 他还表示不为6月12日的集会做任何定性 但是林郑并没有说全面撤回草案 他说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用不同字眼而有不同理解 那我们知道迄今为止 这是林郑就修例引发的这些系列事件做出的一个最明确的表态 林郑宣布送中死了 并没有打动抗议活动组织者 他们坚持要求林郑要跟示威者会面 抗议者除了要求撤回草案 还要求对警察滥权也进行独立调查 所以观察人士认为 林郑的处境是相当尴尬 面临着内外夹攻上下挤压这么个局面 内外夹攻指的就是林郑已经后院起火 还有联合国反送中 昨天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 公开对党主席张宇仁进行了批评 指责张宇仁在6月9日103万人上街反修例之后 仍然表态支持港府修例 这是错误决定 形同帮凶一样 田北俊目前已经连同党内的三名荣誉主席 要求张宇仁退出行会 同时他还点名批评另外的两名行会成员 指责汤家华没有掌握民意 向特首提供了错误意见 一流疏疑则是漠视民意 导致民情出现极大落差 所以田北俊认为 这些人应该被问责辞职 同时他认为应该被问责下台的 还有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我们知道建制派正在呼吁团结 解除现在的困境 那这个时候 田北俊在电台节目中公开的引爆炸弹 在建制派阵营又掀起了一场风暴 建制派分化内讧 这让林郑感到了后院起火的压力 那同样是昨天 香港知名歌手何韵诗 受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做了两分钟的发言 他介绍了香港反送中运动遭到镇压 呼吁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保护香港民众 他还指出 香港主权移交以后 有六名议员被取消了资格 有活动人士被拘捕监禁 还有香港的疏伤被跨境绑架 何韵诗表示 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了 香港正处在成为另一个中国城市的危险边缘 可能完全失去言论自由 何韵诗到联合国反送中 在人权理事会表达香港人的不满 并且呼吁联合国把中共从人权理事会除名 那这种来自外部的无形压力 让林郑不得不顾及北京的感受 那上下挤压呢 指的就是来自北京的指令 还有民意反弹 我们知道林郑推动修订逃犯条例 已经引发了民意持续的强力反弹 这让北京和港府都是大跌眼镜 大家知道主管港澳事务的韩正曾经两度南下深圳 近距离观察香港的事态 并且转达了最高层旨意 苹果日报曾引述消息 韩正在七一当天隔岸观看立法会冲击场面的同时 向林郑转达了习近平不许流血这个最高指示 消息人士说 是为着冲击立法会 警方不采取行动就是习亲自下令不得见血 因为北京不想再弄出一个香港六四 这就使得执法当局不得不忍 就包括第二天凌晨 林郑等人会见传媒 那同样是中南海最高层的指示 另外韩正还当面批评林郑 误判形势让北京十分不满和难看 需要反思检讨 据说北京现在正收集各方的讯息 准备调整对港政策 那有人可能就要因此被问责下台 我们从目前透露的这个消息来看 除了不得见血 北京几乎没有什么更多的明示 但是在6月13号 中共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 会晤了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海大卫 主动向美方保证 不会出动军队干涉香港的事物 那这些消息都让林郑感觉是失去了方向一样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可是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民众的抗议浪潮并没有消退 7月7号 九龙大游行 民间开始向大陆游客传递港人和平的反送中诉求 力求打破新闻封锁 把和平的声音传遍中国 我们还看到在集会和游行当中 有不少港人多次喊出打倒共产党 此外呢下周沙田也要举行集会游行 还有多个民间组织也在酝酿筹划着反送中游行等活动 要遍地开花 这是中共最怕的一点 中共担心港人的这种和平抗争会在大陆引发蝴蝶效应 所以北京和港府都希望能够尽快平息事态安抚民心 林郑作为傀儡 如果顺应上意的话 那肯定要违逆下意 就是失去民心 所以北京当然要保住她的面子 这个时候只能抛出林郑当替罪羊 林郑承认没做好工作 送中已死 可是林郑承认这个情况也不行 她仍然没有走出困局 纽约时报撰文表示 北京似乎对香港局势已经失去了耐性 可能会采取强硬的手法对付民众抗争 文章指出 人民日报转载了习最近一次讲话 就明言中共党员要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 纽约时报认为 这就表明北京不想满足抗议者的要求 香港自由党荣誉主席之一 前行政会议成员周梁淑仪对大纪元表示 回顾香港事态的前因后果 原因就在于习说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但现在却是西环干预中环 两制变形了 周梁淑仪说的这个西环指的就是中联办 当然就是中共了 那中环自然就是香港政府 他指出 中共驻港机构过于关心香港了 很多事情他们都参与了 时事评论员唐靖元表示 香港局势动荡的根源就是不能实现高度自治 中共对香港的干预越来越严重 只要北京的干预存在 港府就会一直面临内外夹工上下不满这个局面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